兄弟们 出车了 今天的流水啊 现在接了个订单 但是那个乘客 他估计在家里就下单了 但是他人还没出来 我已经等了两分钟了 这种实时单等的确实挺老火的 今天晚上咱们出来的比较晚 差不多在家里煮了个晚饭出来 五点多六点钟出来的 跑到晚上十二点差不多了 然后下雨天 估计今天晚上还新吧 咱们走着看 兄弟们 现在这个订单真的挺离谱的 你现在单单接人 都得需要八分钟两公里 不出意外 刚刚取消了 但是又来了更离谱的三公里 然后也需要九分钟三公里 我知道很多乘客 他也是不愿意搞这么远 一个司机来接他 他也知道司机跑路也很麻烦 但是这个系统就这么臭蛋 各位兄弟们 跑蛋结束了 现在是晚上的十二点多了 然后在楼下找了一圈 只发现这家螺丝本在开了 今晚上吃夜宵深夜螺丝本安排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样挺简单的 那一碗 十二点 虽然晚饭吃得挺饱的 在家里面吃得出来的 但还是挺不住 太肉了 时间太长 今天晚上就跑了两百多 今天晚上就跑了两百多 结果差不多六点钟出来吧 跑到呢 到十二点六个小时 今天晚上运行不行 全世界小单 什么样单 几块钱几块钱 接人十分钟 送人十分钟 二十分钟 二三十分钟 二三十分钟 结果就七八块钱 八九块 或者真的平均不够大 这平台应该优化一下 乘客也挺郁闷的 他买的 比如我拍一个这么远的司机来接我 对吧 好难得 我的司机也在抱怨说 他买的这么远 你又给我拍的 我不接也不行 因为取消的话 司机会有责任的 但乘客取消 乘客也有责任 哎 太难了 哇 好香啊 那是我太饿了 以前这家店 我白天下午都来吃的时候 不是特别饿 感觉也就是一样 也就是一般 但今天晚上特别饿 真的好香 哇 OK兄弟们到家了 今天这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加油 拜拜